因为接下来准备讲丹田和筋膜了 到时候会用到气的概念 所以提前先把它讲了 免得到时候混在一起讲显得庞杂纷乱 气 气 气 现在都用气来代替了 可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曾经辉煌一时 后来被骂出降的气功 就是把气当成了气 结果气功就能驾驭空气了 到现在还有信什么凌空进隔山打牛的 就是因为从根本上搞混了气与气 它们是不同的东西 不能混为一谈 先声明 本文没有怎么练气功的内容 本人也不明白这个 气 象形字 原意为水气蒸腾的样子 是有形之气 此有形为可不获称量之意 后同 空气 气体 都是这个有形之气 气 从米 原意为五股精华之气 属于能量层面 是无形之气 此无形即无法捕获称量之意 后同 繁体字多用气替代其他气 是气 气势 这种体现能量层面的 应该是这个无形之气 气 上面是象形字计 下面四点是火 计的意思是为气上腻 跪坐的人面向后隔气 而底下加上火的意思 就是人体内造成这种气产生的能量 这个气字 基本只有中医核道教在用 元气 气血 应该是这个代表人体内能量的气 所以很明显 气功本来应该是 用来代表人体内能量的这个气 这个气与空气 不是同一类物质 也是无形之气 如果是能被捕获称量的有形之气 那现代科学早就能证实它了 这个气就像是电 电很早之前就被发现 但直到近代才被掌握并利用 气运行于经络之中 而经络藏于筋膜之内 而筋膜包裹着我们的各个器官 包括肌肉 骨骼 内脏等 它们通过共同作用 为人体提供气力 哦 应该是气力 关于筋膜的内容 我在抓紧制作中 应该很快就能呈现给大家了 那内敛一口气 就应该是代表人体能量的气 但造这个词的先人居然用了 一口这个量词 说明他也把这两个气搞混了 没办法 自古武行就文化水平有限 别打我啊 结果误导了好多人 这就是字的力量 一错误千年 在字音字意上我们一直在犯错 古人也一样 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著 他那时候就觉得大家是认字不识字了 可想而知 两千年后的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有些字还可以凑服用 但有些真的很讨厌 比如五脏变五脏 而这五脏心肝脾肺肾 每个字都是 形表其意 阴入其位 就是你念这些字的时候 这些字的发生能与对应的脏气 产生共振 祖先以污之能 心苦造的字 现在却被我们乱写一气 呵呵 又一个气 这里又该是用哪个呢 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看 还有哪些你觉得用错了的字 有几个字我真的很想聊一聊 因为错的太郁闷了 还要一直错着传下去 下次专门做一篇吧 关注一下 一起太极